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就对然后就是蛮幸运的 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在第二天吧 第二天师傅他打显的时候 而且我就是我是用youtube去看的 而且我当时又在youtube上去留言 我就很小心翼翼的我就说 反正我写的就是希望舒服 显化我想要的钱 因为我参加超多一次的钱 其实我大部分是有的 就是我还差一点差的不多 但是我以前的经历和我 反正就是我不太可能去管别人要 就是去向我家人啊什么的 弄死我吧就是很难 我很难开口 对然后我就去youtube上去留言了 然后结果就是 当我发完留言之后 特别神奇 我感觉都不超过三十秒 然后师傅就念到了我的名字 他说分珠 然后祝福你 你会吸引财富 哦当时吃惊了 然后特别开心 然后其实师傅叫我迷人那一刻 他中间说的什么 完全都没有听见 然后剩下的就听到了一个财富 最后一个词 其他的什么前面中间说了 讲了啥根本就不知道 后来还是师姐告诉我的 然后就说反正意思就是 反正就是师傅已经祝福我 显化财富了这个 所以我就可以踏踏实实的去做那个超度了 所以呢就是在10月20号之前 我就一直在等着 我就很期待 我说哎呀我这个钱 难道还是像之前莲花族显化一样 我家人突然给我打了一笔钱吗 我就这么想的 我就我以为会是这样 所以呢我就一直在等 结果等到了做就是就是 按中国时间的话就是 超度早上的前一天晚上 我这个钱一直都没有出现 就是我也开始很很焦虑就是 不知道哎我这个钱 到底在哪里 然后我为什么还不出来 然后我我甚至都因为想这个 我都已经突然就开始 脑袋疼而且开始发烧 就很焦虑 然后嗯师姐师姐那个 马卡拉拉师姐还是一家鼓励我 他说是吃福祭蛋祝福了 肯定就是这件事情是必须要发生的 肯定会显化的 我就好我说我去再想想这个钱 到底到底在哪里 然后但是其实怎么讲呢 按我怎么想的 我之前的人生其实我不太积极 就是我其实也并没有积极的去 让这个钱去找这个钱去显化之类的 反正反正就这么过了 我这边过了一晚上 结果第二天就是 反正就是怎么讲呢 嗯就到了就到了国内的早上开要做超度了 我这个钱还是没有显化 其实我我已经放弃了 我早就放弃了 然后可是那个世界还一直过来鼓励我 他说眼看的应该差不多应该超度一试 我觉得应该就差不多开始了 反正我就已经放弃了 我因为我当我当下的那个时候的想法就是 我知道师父祝福的是真的 可是我个人我真的做不到 我就觉得我不行我就做不到 我就觉得要不就不做了吧 就以后再说吧 对我差不多这个想法 可是我又收到了那个世界一直跟我打电话 给我发信息 他说他说你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做成 他说一定要跟师父保持一致性 他说就是一定要就是让这个钱显化出来 要跟师父一致 然后就是我是 其实我是不停的在受到世界的鼓励 虽然我那个时候我不是很懂 然后但我说好 既然一定要跟师父一致好 我一定要去做 然后我就稍微积极了一下 然后 嗯 反正是 反正后来就是就是财富显化了 然后就是我就凑齐了2008美金 其实当我凑齐的时候 我当下的念头还是否定的 我就其实我不是很了解超多医师到底今天开始 但是我觉得那个时间应该已经开始了 而且超多医师不还要上传照片吗 还有去世的家人的照片 我都觉得我这些应该肯定都来不及了 然后对我就当下有就是怎么讲的 我凑齐了之后我还在有点纠结要不要去汇款 就是我有钱的情况下我也是在自我否定的 然后就蛮蛮吵的就是一个世界 另一个很厉害的一个世界 他突然给我打电话了 他说你他就问祝福你在干什么呢 然后我就说我凑齐了就是显化了这个钱 我正要去这样去汇款 他就是我就说呢他说我感应到了 他说他就是我就是过来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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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 师傅让我告诉你就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 反正就是说让我一定要去汇款 他让我看清楚不要汇错了那个账货了之类的 反正就是让我去汇我也就是又监听了我最后汇款那一刻的一个信心 然后我就去汇了 然后其实我汇完款了 我我觉得我应该也是参加不了这个超度仪式的 我觉得应该应该已经开始了吧 反正我都没有点开youtube我也没有看 但我觉得应该已经开始了 然后呢我就很尝试的去问了一下 另一个另一个就是做祭祀 不太记得名字就那个世界 然后不太会念他的名字 然后他吧 我就问他我说还来得及吗 然后他就电话给我打过来了 他说你把你的照片发给我 把那个就是还有家人的名字 还有你的那个就是汇款的一个账单 然后还有让我签一个英文表单 就是很快的时间就是你快快去干这些事情 然后我就好我就去做 然后就 就很神奇 结果他我给他发过照片以后 他把那个即将会展现在那个超度仪式里面那个图 然后他给我就是拼好了让那个 然后他就给我看了他说他说快快进zoom快去参加 对快快进zoom就那个参加超度仪式 嗯我还其实还就是难道还没有开始吗 还有那个什么了 然后呢接着我就呃收到了马卡拉塔师姐 他给我发来的信息他说你知道吗 超度仪式整整晚了40分钟 他说师傅就是在等你就是在等你完成这件事情 然后等着你完成超度仪式闲花钱然后去做他 我那个当下我听完我整个人都就是震惊到了就是 就是我这几天都有在想也没有这几天我我昨天吧 我昨天有在解救昨天我昨天有昨天包括今天 的录之前我有在想这个事情真的是太称号到我了就是 很吃惊就是不知道师傅会为了我 就是等了40分钟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然后嗯然后今天还有一个事业打来电话 他说你知道师傅有多少土地吗 印度印度那边就说有很多土地 这就是应该是几万吧就是大家都在等超度仪式 然后师傅就在等你 然后我真的受宠若惊我从未想过这种事情 会发生在我身上就是特别震撼 特别震撼到我这件事情就是给我的冲击力太大了 就像的话 我觉得这个事情给我很直接的带来了两一个 两个很大的一个改变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嗯 从我从小小时候有记忆起我对三岁起我对这个世界的认知 就是这个世界可以忽略我可以忽视我我可以不被爱 而且这是一件正常的事情 而且我家人他们其实爱我吧很爱我 但是他们常常忽略我的感受忽略我的就是不太在乎我的感受之类的 而且我童年里面被欺负的时候 我有去跟家人说有常识的就是去要个公平的反抗 我家人不仅觉得我是我是在我觉得我是骗子不仅不相信我说的话 而且也不重视我的情绪 就是我我的童年我就在这么对世界的认知的状态下长大的 而且我大了以后我我几年前就是我我是我是有过瘾症 然后我在请负面情绪出来的时候我是会我是会打自己的 就当然我不会用刀子但是我会那种难受的状态下我是 会会打自己的就是好像让身体 嗯就是疼痛才能缓解我精神上的痛苦 我就是在这么认知下长到了现在 可是我嗯第一次然后师父嗯啊就是嗯就是做超度这件事情就是 在等我我出来没有想到就是 一个神可以为了等我等我自己等我做完等我做完这件事情 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觉得给我很大的一个冲击 就是我对我对周围人是我世界的一个信任感 像我的话就是我父母不不仅我父母我童年的时候大人们通常有时候会承诺一些事情 可是最后他们承诺完全部都忘记了就是只有我自己会记得一个承诺 他们忘记了甚至都不曾记得这件事情发生过 所以我在信任感上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缺失 然后我就想了一下其实当师父呃几天前有祝福我说我会闲花财富的时候 我就嗯我后来想了一下其实很感觉就像一个家长一样 说我会给你什么什么 我觉得我当下我一直没有记忆努力去做 可能我整个潜意识包括我我自己的一个认知里面 我就觉得这个事情我就没有其实我当我开心会开心 可能我觉得我体内我是没有去去没有把这件事情当成一件真的事情去做的 然后师父最后用一个强有力的行动去证明了他说的话是真的并且也会做到的 就真的也给我的冲击力特别大真的 我这种冲击力我不是说我要当着镜头我那种好多大哭我感觉 哭已经表达不出来我那种怎么讲的感激之情 好那种震撼吗我就觉得真的是震撼到了我 然后我就觉得师父给的我的能量就是直接很强烈的给到了 而且我觉得我可以就是嗯我觉得我内心充满了能量 然后像现在昨天都觉得内心充满了一个富足感 而且在我当下就是我昨天不是前天前天吧 在我当下付款就是把两千零八付过去那一刻 就是当我决定我正要去付款那一刻 我发现我对金钱的恐惧小了特别多 小了特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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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 就是嗯很神奇 像我之前我有在视频里面看到一个事件 他有讲过他说他说他当下付完钱付完钱之后 他只有五百五百人民米 但是他内心特别富足特别开心 我现在终于体会到了他那种感受 我现在账户部长应该就是个位数吧 我的储蓄卡里面 但是我一点不恐惧未来完全不害怕 就是那种出满了希望 也更相信师父也相信宇宙是真的爱我的 然后像我还有一个我觉得像我那个 我的这种变化呀就是嗯 我就我觉得已经完全的体验在我的生活上面了 就是拆掉完操作仪式之后 呃一个就是像我讲的我境内上的一个变化 另外一个就是我 我觉得我应该愿意让别人 让别人去爱我来相信我了 就像我就是有一个就是蛮深刻的一个印象 就是昨天早上在我参加完操作仪式之后的一个 我昨天早上睡醒之后 然后我去厨房我去清洗做铺夹的工具了 包括在后来做完铺夹的时候 我有点这个空空 然后我当时很期待我的室友们 我很期待在屋子里面碰到他们 就是看他们有起床之类的 我很期待他们看到我这个插的一个东西什么东西啊 包括我做铺夹的工具是什么啊 就是我很想跟他们去分享 可是这种事情在之前根本就不会发生 就是完全不会发生 我我通常都是尽量避免 如果在清洗铺夹的工具的时候 跟他们偶遇 我很害怕他们问就是我的一些事情 就是我其实我后来我现在想了一下 其实我是怕做铺夹本身吗 我觉得好像不是我怕的应该就是 就是我在拒绝别人去了解我 呃就是拒绝让别人去爱我 像我以前很有 我以前吧我有去看我 呃心理医生 他有说他说我身上 我说我感觉不到父母的爱 后来最后最后的一个结果 我就发现其实不是父母不爱我 是我自己拒绝让别人来爱我 可是自从做完这个操作仪式之后 哎呀我我感觉真的能感觉到身边啊 师父啊宇宙啊真的是爱我的 真的是 我能感受到这股爱的能量了 而且也很强烈的一个方式 就整个人就特别开心超级开心 啊其次在我一个身上一个操作仪式 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就是我觉得在时间管理上 就是像我以前我 就是说我做我做铺夹 包括做流食 我通常都是在下午和晚上 而且我最近做铺夹都熬到了10点或11点 其实我不想的 但是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 白天好像也没干什么正事 也没干啥 但就是没有时间了 嗯我一直想去改变 我就想改变我这个时间管理 我觉得效率太低了太差了 但是通常有我通常我有很大的一个无力感 就是嗯没有没有没有做成 然后就嗯可是我昨天早上 我昨天早上在我起床之后 我早上我吃了早饭洗了澡 然后做了吃了早饭洗了澡做了铺夹 然后都还做了流食冥想 然后而且我还最近有一个翻译的一个志愿者的工作 我也去做了一部分 就是我我印象很深刻 当我看了我做的这件事情之后 才11点半 我的天呐我 不敢想我就 天呐就是 我一直想努力做到的事情 原来就是 我昨天就要这么切而易举的 就完全就改变了 我就完全不敢不敢想象 我当下我就那个时候我就又感谢了宇宙 我说你宇宙真的是 就仿佛给我显化了一个时间一样 然后有更多的时间去去做了 我是真的这个感受真的很深 包括今天也是我做那个铺夹 早上洗澡也都会在早上完成的 就 就是很很感激很棒 然后我还有一个我觉得 嗯 这是我今天发现的一个就是 在做完超炉鱼的时候 在我身上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我觉得我的灵性好像不是好像 我觉得我的灵性提升了 就是我跟师傅之间的链接 我觉得就是感应好像更感应更好了 没有好像感应更好了 然后就是主要体现在一个事情上 就是在昨天我昨天上午 我做流流石的一个那个冥想的21分钟 我在做的过程中 突然有了一个念头来到我的脑子里面 就是说让我去分享 暗卡拉成冥想的感受 呃而且我当下就是我 我的反应就是师傅给我的 而且当我做完流石冥想之后 我就写了一段话 我发给了我的一个观观员 我就说问他能不能就是发给其他同修啊 我就说我感我的感应应该是师傅让我去做的 我的感应是师傅让我去做的 然后呃 当下应该有一些同修可能对冥想有恐惧啊 或者是不了解这种一些抗拒的心理吧 可能像我去反希望我去 希望我去 希望我去分享给大家我那个暗卡拉成的一个 就是一个蛮神奇的 就是我暗卡拉成的就是 某一天我在晚上我去做冥想的时候 呃突然就是我我做的是一个一小时半的 他后半段是一个唱马哈瓦奇亚的一个唱作 我在做的过程中就是我是闭着眼啊就是 然后我是在晚上开着我屋里的灯也也不亮 外面都是黑的天黑的 然后当那个马哈瓦奇亚后半段唱诵出来的一瞬间 我闭着眼我感受到了一股很强烈很强烈很强的一个黄色的一个光 就是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就是 然后后来我就把这个冥想做完了嘛 等做完以后 我忽然想起来这件事情了 然后我当下的反应我觉得应该是 那个video里面应该会有一些那种黄色很强烈光的 大片的黄色光的图嘛 我就去那个check了一下 然后我就去几乎差不多就差快一秒一秒 几秒几十秒的去看了 我check的时候我才发现很直接里面怎么没有那个 黄色那个很强烈光的图呢 就是我去找五一呢我看见黄色的就是那个那个字 然后他那个发发出来的 其他的都没有 然后我才反应过来是师父这个能量 是这个这个光是师父的光 我才有有就是有了一个这个感受 然后就像我昨天做冥想的时候 我感应到了师父让我去做 让我把我要做这个方向冥想的一个这个感受 分享给大家鼓励更多人去做 然后我就感应到了嘛 就嗯我就觉得跟师父的就是那种 像我以前吧我觉得师父应该也会有给到我一些讯息 但我以前我觉得脑袋不开窍 夜里太多了可能给到我就登就走了 我也就是没有接收到 像现在的话参加完超度仪式 我觉得师父嗯给到就进去了 然后我就嗯接收到了 对就蛮神奇的 我就觉得这个这个经历蛮特别的 也也也不是特别 就对我就觉得我的灵性就提升了 然后嗯还有一个是我觉得 现在我对我对那个那个志愿者的一个工作 我没有我没有就是恐惧笑了特别多 然后而且就是嗯就是在师父的安排下吧 他给我安排了一个做鼻翼的一个工作 然后当我昨天今天不对 当我昨天我昨天和前天我去看我做的那个鼻翼工作的时候 我我才发现就是里面让我翻译的那个文字的那个内容 正是我目前需要的就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我最近我对那个印度教啊 呃神庙啊神啊还有一些专用名词我就很感兴趣 我有在网上去搜索一些相关的资料 可是吧我资料真假我需要去辨别 而且我有的资料我还都搜索不到 而且他有的东西他只给你讲一半 就没了你也不懂就是很多都不懂嘛 可是当我发现我要做的那个翻译的专用的工作 正是我需要的东西 我就是我现在已经冷静了 我我昨天前天我看到神庙那个图的时候我我都要哭出来了 我真的快开心子了 对我就觉得这是师父给我的另一个礼物 好像师父比我更了解我需要什么 然后他就给了我 而且也而且目前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这样的工作 就是不会给到我压力 就是是在我能能力和压力范围之内是我可以做的事情 就真的反正就超级开心 嗯嗯我想想还有什么 对反正就嗯这就是我那个参加完超度我这个超度仪式的这个神奇的一个经历 然后以及参加完超度仪式之后在我身上发生了变化 对我相信还会有更多的变化的 对还有一个就是我我最近我有在做流食 呃做流食吗 有参加这个流食 然后应该是你就是我做完超度仪式之后 我做完超度仪式之后像我昨天 我昨天晚上睡觉我感慨 我还跟师父讲我说师父我我怎么觉得我今天吃的更少了呢 就是我现在一个吃流食 像我之前做流食 哪怕我不停的喝液体 也满足不了我的胃我一边喝还一边觉得饿 就是不停的在喝 像我其实昨天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反应 我想了一下我昨天我昨天一天 其实哪怕喝液体我都没有喝 我都没有喝多少 我就很感叹我说感觉 就是嗯 越来越不饿了就是那种 反正就是很感谢很感激师父很神奇 对这就是我那个呃参加超度仪式 以及参加完超度仪式之后在我身上发生了一些变化 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有些人能够看到我分享这个视频的呃 呃大家们如果你们有机会有时间的话 一定要过来上上师父的这个大课 真的会有你想象不到的一个在你身上的一个变化 包括不仅是你对自己的认知 也是你对于宇宙的认知 而且有机会的话 大家就是一定要过来参加这个超度仪式 变化是你想象不到的变化就是超级棒 特别棒 然后最后就谢谢大家的时间 拜拜